朋友们这下鸽舍里面热闹起来了 基本上打比赛的鸽子都已经就绪 看到没有 我给它们带了机号环 这个还不会飞 这个还不会飞 这个飞上飞下都飞不了 我就是给它拿在这里面过渡一下 回到马上还会抓龙子里面 带红鸟环的 就是过来过渡一下的 做了个机号 不然我怕抓错了 万一把它给留在鸽舍里面 没吃没喝 就麻烦了 哎呀 加飞的鸽子出去的很积极的 他们出去之后有四个 四个刚进鸽舍射的 要喝这个可以啊 这个也是带红胶环的 呦 你能飞那么高吗 那个翅膀一点点 还挺强悍的 饿了 是不是饿了 哎呀 妈还拿回鸽舍 这个家伙出去了 他们经过这两天的培训啊 先拿过来的四只 已经知道从那边出去了 刚才朋友们看到了吧 这两只很自觉的 这个红二线是 今天拿到鸽舍里面的第二天 直接站台子上面 你看这个 现在没办法搞 他也想出去 这也是后面拿过来的四只的其中一只 那你上来吧 还有一个红一点没出去 红一点有点胆怯啊 像他这样我们都是要慢慢的引导 你要是如果着急的话 有可能适得其反 出去他有可能受到惊吓 就不敢进棚了 慢慢的往下落 看到没有 他知道我在碾他了 只有出去之后 他才会安全感觉那样 不会碾他 吃饭的时候能进来 慢慢的然后就是习惯了 等他们起飞冲天的时候 哇外面很好玩 红二线又又又 哎呦你 这是给我搞惊吓呀 他还不知道口哨的讯号呢 他们四个现在还是蛮可以的 出去知道站在外面观望 都要把刚加飞的鸽子出去之后 再让他们出去 不然的话 怕他们跟上 很容易丢 好了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这就是开家 红二线给他扔外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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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